大家好,我是Stay YG娱乐的新人女团Baby Mooster 确定以亲人组合出道了 5月12号,杨阳索亲自公开了Baby Mooster的出道成员 首先是阿云 她是可以歌唱,可以Rip的全能成员 YG决定的第二位成员是Luka 我们确信更多的人会陷入Luka的魅力里 YG决定的第三位成员是Chikata 第四位成员是Haram 第五位成员是Parita 不只是母语、太语 Parita与阿云是对内英文最好的成员 这部分让我很心动了 因为有太多的粉丝们希望是7人出道 几乎是98%、99%都是希望7个人 是要按照原本的计划进行吗? 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一下 YG Family不只是YG歌手们聚集的地方 YG的粉丝们才是真正的YG家族 阿萨与Rora是由大家所挑选的成员 最终决定7位成员出道了 并表示会在今年秋天正式出道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是吧 所有人都知道会是变这样 YG自己演戏的样子 怎么看起来这么丢脸呢? 这个脸比较单纯的海外粉丝们 也都确信是7人出道了 谁会被骗? 我只是好奇今天会公开所有成员 还是下次假装是为了粉丝们 没办法后再公开而已 I Contreja都是这样 所以早就知道是全员出道了 笑死我了 不管怎么样 恭喜7人出道 真的好讨厌看着直播被骗的我 谢谢7人全员出道了 总之在韩网 嘲笑批评亚恩斯的留言非常多 但是几乎所有留言都是 庆祝这7位成员们 非常期待Baby Monster的出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公开长相的 Hive新人男团 由吉科所制作的 新人男团 Boy Next Door 首次公开了成员们 我们来看一下 都长得好帅 不过是同一种风格的帅 比想象的还是Hive的形象 比想象的还要长得帅 因为是吉科所以非常期待歌曲 都很帅 有Enabu与Beatide我们的感觉 因为是吉科家的 所以歌曲一定很好听 很好奇出道曲会怎么样 所以对于吉科制作的新人男团 Boy Next Door成员们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个非常短 但是对我很重要的一个消息 庞果从今年6月28号开始 正式实行满年龄制度 所以从6月28号开始 我就马上可以年轻2岁了 准备到最多的一个消息 HiveSpor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